你 你告诉我 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把我牵住进去 你承受不住了 你告诉我 你们搞的什么阴谋问题 为什么还有我 我不知道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你摆出一副 阴阳关系的面红给谁看了 你们干什么我不管 但是 你不能把我牵扯进来 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那我为了什么呀 我哪知道 你们不就喜欢干这样的事情吗 这不是你们发来成名的必经之路吗 但我不是 我没有必要成为你们的牺牲品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没有必要成为你们的牺牲品 给我滚 给我滚出去 滚 撕可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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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信爸 我们是有分寸的 没有必要搞的生事这么好 我的艺人人承受不了 对了 我刚刚在你们公司站上 打了四十万 你想 那么短的时间 就赚了那么多 不知道 这天上都没有的声音 我知道 还是十几二十吧 了解 再见 喂 喂 刘总 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等你 我想跟你聊一聊 好的 我马上下去 咖啡厅等你 你告诉我 为什么 许阳 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 但是 我想先给你看一样东西 是什么呀 这个合同是那天晚上 路雨秋从宾馆带出来的 这个我知道 电影 生命的爆破老板 看上了路雨秋 以配上片尾曲为由 想接近他 郭总已经同意了 什么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 对方只要求路雨秋一个人赔偿 而你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 而你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 郭总让能够顺利的让路雨秋 去和老板见面 故意告诉他 如果他不去的话 你就会失去这次演出的机会 接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的 那些报道怎么回事啊 我怀疑是对方做了手脚 他们在宾馆的房间里 安装摄像头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说雨秋是无辜的 或者说 她是这件事情的最大伤害者 你们知道 她说这些 是不是你最想知道的 雅飞 以后我们就设计家人了 谢谢文德老师的帮助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不让您失望的 你干什么 你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做 我 我做什么了 你说 你拿我的座业卖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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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钱 我 我一分的钱都没拿 我告诉你 我们只是你公司的千云亿人 不是摆在货架上的商品 我们每一步的发展都靠自己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那些肮脏的偷达 每个艺人都离不开这些手段 这 这只是一些营销策略 不会影响你个人的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希望能正面地面对这些问题 欢迎秀一个清清白白的名誉 我 真的没挣到钱 免费 你刚刚一直叫 卖进娱乐圈 先跟着我学习一段时间 做这一行 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 你能提示教我 我感到很荣幸 谢谢你 下边我们会安排 你和导演张勇合作 我会帮你去谈 你就不用担心了 在我们工作室 艺人的利益永远放在地位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一定积极配合 雅贝啊 你现在是我们工作室的首席 我们比你还紧张 你的社会上的形象 所以说话办事要你尊重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的 那就保持沉默 不一笑 真诚的笑容永远不断 既然可已经签约了 我就相信你 你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一定听话 雅贝 你的外形比较亲切 很有亲近感 以后会帮你多激一些类似的角色 在你演技没有明显提高之前 还是本色眼部比较安全 雅贝 你跟温德工作室签约了吗 签了 今天早上签了 那不错啊 那不错啊 挺好吧 你还有事吗 没有 你要是没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来 那杯 有 到底是什么回事 公司为了赚钱 我们两个人都成了牺牲品 陆雨秋以前的事情也被扯得出来 现在网上很多人骂他 你也看见了 你也听见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啊 就想帮帮他 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想相信你们两个 可是我一想到你们两个见面 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 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感觉我自己 都快要呼吸不了了 这一个星期我没有见你 我每天都睡不好 我一直在想你 你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遇见 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你不高兴不开心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就怕你不理我 不在乎我 我感觉生活都快乱成一团了 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你 我知道你们两个没什么 可是我心里很难受 我真的很难受 你难受是因为你在乎我呀 你难道对自己 这么有自信吗 你应该对自己有自信啊 你怎样 你应该对自己 我各位 我 Kings 都问你 只是个那种 另一个新层 我们收 ФA 就有人发誓 相信我吧 好 杨菲 相信我 那 看在那么多见证人的份上 我暂且相信你 你 你怎么又来了 我走 对不起 上次是我不对我太冲动了 关于这个炒作的事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过分 能不能适可而止呢 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们自有分寸 公司又不是头一天成立 难道心里没得说 你就配合公司好好做好宣传吧 那老不出来辟谣 大家肯定以为是真的 公司必须召开记者招待会 还不是时候 现在坚冲不能开 郭总 您这种宣传方式我接受不了 你没看这网上那些话吗 多不堪入耳了 什么话 没什么影响 我们用不用带坏你的形象 况且你和陆雨秋 男为婚你为嫁 一点绯闻怕是吗 可是你影响到陆雨秋的形象 我们同样是公司的艺人 你得懂得爱惜我们 许阳 别那么不知道好歹 我们是完全按照合同办事 没什么问题 我不需要你替我做这些 商店害理的事 我不能践踏我自己的良心 这个专题我不发了 咱们解约 解约 你终于说到这个词了 解约可以 赔不我约金 不多 一千万 好 咱们走着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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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什么忙 没有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 我都分到下面去做了 其实我也很清闲 尤其我也乐意指导新人 让他来找我吧 那太好了 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去 对了 还有件事 过几天跟我去参加一个老先生的寿宴 带你去见一些人 他们都有些来头 多认识一些朋友 对你将来有好处 我替您安排 来 文德老师久仰大名 能够亲自指导我们 我们真是非常感谢 多数宠若惊了 客气吧 请坐 你们 都是雅伯的老朋友 自然也是我的朋友 帮一把 那是分内的事 放起呢 也不费什么力气 举手之劳而已 文德老师特别好 特别热心 大人又亲切点架子也没有 遇到文德老师 这是咱们的估计 好了好了 雅飞 咱们都这么熟了 别这么说了 我们真是非常感谢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好了好了 咱们比一跑铁吧 说正事 我还认识几个 做视频网站的朋友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到时候把你们的作品 放到网站上面去 好好地给你们推荐推荐 你们自己呢 一笔闲着 到各个论坛去发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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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许啊 国安复义 真不是个东西